那么我们接下来看波士顿举阵 它对应的四项业务当中的最后一项业务 售狗业务 售狗业务是低增长 弱竞争地位的售狗业务 它在波士顿举阵模型当中的位置 就是它所处的外部环境 是市场增速低的状态 它的横坐标就是相对市场增速率是低的 也就是说外面环境不咋地 自身的能力也不咋地 就是外面环境不好 自己又没能耐 这就是售狗业务 它所在的波士顿举阵模型当中的位置 以及相应的横纵坐标的特征 售狗业务 它对应的是产品生命周期模型 衰退期阶段的那个产品 所以说正因为如此 产品生命周期模型 波士顿举阵模型 我们一一对应的来理解和把握 是有助于两个模型的什么 各自的理解记忆掌握和应用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售狗业务的典型特征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 售狗业务是处于饱和市场中竞争激烈 可获得的利润很低 不能成为企业资金的来源 第一点特征呢 我们分两个层次来讲 第一个层次就是出于饱和市场中竞争激烈 可获利润很低 这是第一个层次 大家想一想产品生命周期模型 所讲的衰退期的阶段 产品呢 进一步的趋于雷同 那么消费者呢 来购买产品时呢 具有很丰富的知识 所以说消费者对于衰退期阶段的产品的购买 是追求什么 性价比的 这在前面的产品生命周期模型当中 都给大家展开讲解 是追求什么 这样的一个性价比的 所以说呢 为了提升性价比 因为处于衰退期的这个产品 它的基础都熟透了 在性能上再提升的空间没有 那么只能在价格上是吧 做文章 也就是说 要不停的依靠降价来提升是吧 性价比 怎么降价呢 叫降低成本 那么降低成本就会导致偷空减料 从而呢会产生什么质量问题 大家回忆一下 这都是产品生命周期模型 在衰退期给大家讲解 所以说 到了衰退期 应该说衰退期市场当中的这个竞争是吧 是更加激烈的 大家是围绕着什么 性价比的来做文章 所以说性价比做文章 都不惜偷空减料来降低成本 来降低价格是吧 来提升性价比 因此肯定这个力是薄上又薄 甚至有可能是嘴丁嘴打平 从这个角度 我们反过头来来理解和把握 售狗业务特征就是处于饱和市场中 竞争激烈 可获利润很低 这是第一层含义 第二层含义呢 应该说教材用词非常讲究和精准 他说的是不能成为企业资金的来源 也就是说你指望不上售狗业务呢 给你呢 来提供什么 像先进那样的 这种比较充裕丰佩的资金 但是售狗业务 他自身所挣的钱能不能养活自己 不一定 这是第二个分别 他表述非常讲究的精准的严谨的地方 就不能成为企业资金来源 就是说售狗业务 给企业带来不了什么 这种额外的现金贡献 但是这个售狗业务 有可能自己挣的钱 能够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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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 但也有可能售狗业务挣的钱什么 养活不了自己 但是甭管哪种情形 反正他不能给企业带来什么 这种额外的资金的来源和支持 这是第一点特征 我们接下来看第二点 售狗战略 适宜采用的战略是什么呢 适宜采用撤退战略 什么是撤退战略呢 应该说教材分两点来进行讲解 那么第一点就是减少批量 逐渐撤退 那么大家知道撤退与败退是有本质区别 那么撤退它是有计划 有目的 有步骤 有组织的退出 为之为撤退 而败退则是被人打扮了之后 杂乱无章的去逃命 所以说对于售狗业务 应该说是什么 有计划 有目的 有组织 有步骤的 是吧 来逐渐的减少什么 业务量 业务规模 来逐渐的退出 那么减少批量 逐渐撤退 它又细分为两种情形 那么第一种情形呢 就是对还能自我维持业务的 应缩小经营范围 加强内部管理 第一种细分情形是什么意思呢 用我通俗的话来给大家进行讲解 因为教材 有时说的话呢 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第一种细分情讲的是 受狗业务 虽然不能够给企业带来额外的 现金流的贡献和支持 但是他自己挣的钱 能够嘴顶嘴的养活自己 让一大帮的兄弟姐妹 还能够不失业 有饭师 天天的维持这样的一个日常经营 这叫做还能自我维持业务 那么对于这一类的受狗业务 我们的一方面呢 要加强内部管理 也就是说 能够降稳增效 能够让他嘴顶嘴 让自己养活自己这种状态 尽可能的什么 来维持能够延长 同时呢 就有计划 有组织 有目的 有步骤的什么 来缩小他的业务范围 业务规模 因为受狗业务 早晚迟早 是要会退出历史舞台的 这是第一种细分情景 那么第二种细分情景呢 就是对市场增长率和企业市场增长率 均极低的业务 则应立即淘汰 第二种细分情景 我用通俗话来解释 就是这种受狗业务 自己挣的钱养活不了自己 就是开一天门 就赔一天 你关了门 就相当于什么 省钱变向挣钱 对于这样的受狗业务 要立即的 是吧 来淘汰 这就是撤退战略教材所讲的第一点 减少批量 逐渐撤退的什么 两种细分情景 啊 就是对于自己还能养活自己 啊 自求平衡的啊 是让自我维持的这样一个受狗业务 啊 他挣的钱 嘴顶嘴 自己养活自己 虽然呢 对于企业没有额外的先入贡献 那么此时呢 应该呢 在一定的时期内的余保周 啊 加成内部管理 将满增效 然后呢 逐渐的是吧 有步骤的退出 缩小业务规模 另外一种细分情景 对于那些干一天赔一天的 受狗业务立即淘汰 这是减少批量 逐渐撤退 教材所讲的第二点呢 就是将剩余资源 向其他产品转移 因为受狗业务的规模 是在逐渐压缩的 对不对啊 就减少批量 逐渐撤退吗 所以说规模逐渐压缩 原先附着 在这些业务规模上的 这些资源 就像我们财务成本管理当中 所讲的这个什么 walking capital 营养资本一样 就附着在规模上的 这些资源 就得到了什么 相应的什么 逐渐释放 那么这些释放出来的资源 向那些个能够给企业 做出贡献的产品 业务是吧 来进行转移 来进行倾斜 这就是教材所讲的 受购业务 所适宜的战略 撤退战略的什么 两点内涵 这两点内涵 它其实是从两个不同角度来讲解的 第一点内涵 它是从 业务策略角度来讲解的 第二点内涵 它是从业务资源配置角度来讲解的 这是适宜战略 我们接下来最后第三点 还是给大家讲解一下受购业务的管理组织安排 对于受购业务如何管理 如何组织 如何安排呢 是整顿产品系列 最好将受购产品与其他事业部合并 统一管理 怎么叫做最好将受购产品与其他事业部合并 就是针对受购业务 针对受购产品 就不再为它单独设立一个事业部 而把受购产品或受购业务并入到其他的事业部当中去 为之为统一管理 为什么对于受购业务如此的管理组织安排呢 这是因为受购产品注定会行将退出历史舞台 所以说就没有对其单设事业部的这样一个商业价值 并且当受购业务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之时 那么其身上所附着的这些资源 自然而然就释放在什么 留存在他所并入的那个事业部当中去了 这和我们前面所讲的受购业务的资源配置策略 其实是前后逻辑是一致的 这就是受购业务来给大家讲解的 它的典型特征的相关内容 那么讲完这个之后 应该说波士顿矩阵模型的分析 也就是波士顿矩阵模型的 这四种业务的各自的典型特征的相关内容 就都给大家讲解完了 讲完了模型分析 接下来给大家讲模型应用 应该说模型应用是基于什么 模型分析的 也就是说是基于模型分析的结果 来加以应用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呢 给大家在讲解模型应用的过程当中 会调用到较多前面所讲的模型分析的相关的知识内容 和一些个什么 内在的逻辑关系 一些相应的结论 我们来看一下 波士顿矩阵模型应用的相关内容 通常有四种战略目标 分别适用于不同的业务 也就是说有四种什么 不同的战略目标 这四种不同的战略目标呢 分别用于什么 波士顿矩阵模型的四种业务 但是四种目标 适用于不同的波士顿矩阵模型的 这四种业务 并不是什么 一对应的关系 并不是说一种战略目标 对应着什么 一种业务 它们是一种什么 多对多的关系 为什么这么讲 我逐一来给大家展开讲解 通常有四种战略目标 第一种战略目标 就是发展 那什么是发展战略呢 我们先看一下教材给出的定义 以提高相对市场战略为目标 增加资金投入 甚至不惜放弃短期收益 这是发展战略 波士顿矩阵模型的 四种不同的业务 哪一种业务 适宜采用发展战略 按照我们教材所讲 是指那些 有希望成为明星业务的问题业务 适宜采用发展战略 大家记住我表述的 这样的一个语言 那些有可能成为明星业务的问题业务 大家看 这个短语或这个分剧的核心词是问题业务 前面是什么 修术语 是个偏证结构 就是有可能成为明星业务的问题业务 所以说落脚点还是问题业务 就是什么样的问题业务 适宜采用发展战略的 是那些有可能成为明星业务的问题业务 适宜采用发展战略 这一点一定要记清楚 发展战略的定义是什么 是以提高相对市场战略为目标 增加什么资金投入 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波士顿举阵模型 我们来看一下波士顿举阵模型 这是问题业务 这是明星业务 纵轴代表的是市场增长率 上面是高下面是低 横轴代表的是相对的市场战略率 对吧 应该说靠左边是高 靠右边的横是低 好了 我们来看 问题业务与明星业务 他们之间所处的外部环境都相同 都是外面比较好的市场环境 市场增速高 但是问题业务与明星业务差的 就在于什么 市场战略率上 明星业务的相对市场战略率是高的 问题业务的相对市场战略率是什么 它是低的 所以说如果说这个问题业务 它有可能成为明星业务 我就往里砸钱 砸钱提升它的自身的竞争实力 从而相应的提升什么 它的相对市场战略率 这样一个问题业务 就可以什么 演变成为什么明星业务 所以说 根据教材所讲的发展战略经历 波尔顿举这模型当中的 这四种互同业务 哪一种业务适用于发展战略呢 是指那些有可能成为明星业务的问题业务 所以说有希望成为明星业务的问题业务 采用发展战略 我们接下来再看 如果说这个问题业务没有希望成为明星业务 也就是说没有可能成为明星业务的问题业务 那么又细分两种情形 如果说这个问题业务有利可图 虽然成不了明星业务 但是现在还能给企业挣点钱的 我们就是收割 是收割战略 如果说既成不了明星业务 又给企业挣不了钱的 干一天配一天的 我们就放弃 放弃战略 所以说对于这个思维导图 在现在要求大家 要把它完整的记下来 好了 这是发展战略的所适用的什么 第一种情形 也是我们教材所讲的情形 但是发展战略还适用于另外一种情形 第二种情形 但是教材没给你讲透 发展战略还适用于哪一种情形呢 发展战略还适用于波士顿矩阵模型当中的明星业务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们来看一下教材给出的发展战略的定义 就是以提高相对市场战略的目标 增加资金投入 甚至不惜放弃短期收益 说的也可以是明星业务 这是因为明星业务 虽然它的相对市场战略已经很高了 但是我们在前面给大家讲波士顿矩阵模型分析时 对于明星业务经讲解时 给大家反复强热过 明星业务它追求的是 不断提升它所在的那个市场的什么相对市场战略率 这样呢 越高越不嫌高 一直坚持到它所处的外部的这个市场趋宝和增速降下来的时候 它有一个很高的相对市场战略率 同时随着外部的市场环境 市场战略率降下来 它就变成现金业务 所以说明星业务 虽然它的相对市场战略率已经很高 但是其追求的是什么没有最高 只有更高的目标 而且教材还讲了 对其进行的短期投资 短期投资就是说 在短期内有钱就有钱投资它 这样也会影响企业的短期收益 所以说综上根据教材关于发展战略的定义和举例 包括明星业务它自身的典型特征 应该说发展战略适用于波士顿矩阵模型当中的两种业务 一种业务是有可能成为明星业务的问题业务 另外一种业务就是发展战略适用于什么 明星业务 所以说适宜采用发展战略的波士顿矩阵业务或波士顿矩阵产品有两种 一种是明星业务 一种是有可能成为明星业务的问题业务 这是讲的第一种应用的战略目标 发展战略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看波士顿矩阵模型应用的第二种战略目标 就是保持 那什么是保持呢 保持的定义就是投资维持现状 目标是保持该项业务现有的上涨率 保持战略适用的波士顿矩阵业务是现金牛业务 通过保持战略 为的是现金牛业务 能够尽可能长的给企业产生更多的现金流 为什么现金牛业务它适用于保持战略呢 我们来看一下对于教材表述的梳理 在此结合对于教材表述的梳理 还会给大家再强调一点教材没有强调 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刚由明星业务转化而来的现金牛业务 刚由明星业务转化为来的现金牛业务 当时是如入中天 也就是它刚由明星业务转化为现金牛业务 正在信头上 所以这个现金牛业务呢 是如入中天 能够给企业带来充沛的现金流 因此对其时宜采用保持战略 也就是说呢 尽量不投资 如果说投资的话 以其它能够给大家最大收益为现 目标是尽可能长的 让现金牛业务呢 给企业带来尽可能多的现金流 所以说此处给大家强调了一处教材没有强调的一个地方 就是此处的这个现金牛业务有个定理 是刚由明星业务转化而来的现金牛业务 大家要注意前面这个修士语 就跟那些有可能成为明星业务的问题业务一样 是刚由明星业务转化而来的 出在信头上的如如中天的现金牛业务 对于这样的现金牛业务 是适宜保持战略的 这是第二种战略 我们来看波顿局的模型应用的第三种战略是收割 什么是收割呢 这种战略主要是为了获得短期收益 目标是在短期内得到最大限度的现金收入 就是说短期收益 我在短期内能够尽可能的回本 尽可能的捞钱 为之为收割战略 哪些波士顿矩阵业务 是以采用收割战略 有三种 对于处境不佳的现金牛 这也就是为什么 刚才在给大家讲保持战略时 我给大家强了一点 就是对那些刚有什么明星业务 转号而来的 如日中天的处在信筹上的现金牛业务 为什么讲这个 就是为了和收割战略当中的 这个现金牛业务呢 你是区分 就是说 处境不佳的现金牛业务 收割 就是什么 短期内赶快捞钱回本 捞一分钱是一分钱 捞一块钱是一块钱 没有发展前途 但是呢 有利可图的问题业务 也就是说 没有发展前途是吧 没有希望成为什么 明星业务 但是在新阶段 还能给企业大家小钱的 那我短期内赶快捞钱 大家想想那个思维导书 第三种业务 对于能够自我维持的收割业务 也就是说 收割业务两种吸纹情景 对吧 一种还是能够自我维持 自己养活自己 嘴顶嘴 挣着钱 能够让一大帮兄弟不失业 还能在这工作 到月头关于公司的 出于这种细分状态的 收割业务 就是为之为什么 能够自我维持的收割业务 这三种状态下 这三种情形下的波士顿举人业务 它是适宜采用 收割战略的 为了和前面所讲的现金牛 有相对应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处境不佳的现金牛业务 对于处在向售狗业务 转化前夕的现金牛业务 也就是这个现金牛业务 在变成售狗业务的前夕 那个临界点上的 这个现金牛业务 其给企业带来的 现金牛的能力大幅衰减 这就是所谓的处境不佳 因此呢 时宜采用收割战略 因为这个现金牛业务 已经不是如入中天了 是马上就会变成什么 售狗业务 在变成售狗业务的前夕 那个临界点上的 那个现金牛业务 肯定是带来的现金流 要比它如入中天 要衰退很多 少很多 那么也就是说 现金牛业务 马上就在变成售狗业务前夕 就是有金没名了 贡献一天钱少一天了 那么我们赶紧 抓紧这个最后创造地 多劳几天钱 所以说对于出境不佳的 现金牛业务 对于没有发展前头 但是有利可图的问题业务 但是对于能够 自我维持的售狗业务 应该采取这种收割战略 最后一种战略 就是放弃战略 我不要了 什么是放弃战略 目标在于清理和撤退某些业务 减负 以便将有限的资源 用于效益较高的业务 就是波顺举认业务当中 哪些业务 是一场放弃战略 有两种 一种就是那些个 没有希望成为明星业务 且干一天赔一天 无利可图的问题业务 和那些个什么 干一天赔一天 关门就是挣钱的 那些售狗业务 所以说 这两种状态下的波顺举认业务 适宜采用什么 放弃战略 所以说 应立即淘汰的售狗业务 其实呢 在给大家讲波顺举认模型分析 在介绍售狗业务 其实都给大家呢 已经反复讲解了 也有售狗业务 无利可图 就立即淘汰 就是所谓的什么 放弃战略 如果说 没有希望成为明星业务 且干一天赔一天的 问题业务 也立即淘汰 这就是给大家讲解的 波顺举认举认模型的四种应用战略 大家看 讲这四种应用战略时 大量的用到了前面所讲的波顺举认模型分析的知识内容 这就验证我所说的模型的应用 是以模型分析为基础 所以说呢 对于波顺举认 举认模型的四种业务 与波顺举认 举认模型应用的四种战略 它们之间的一顿关系 我给大家总结归纳了这张二维举认的表格 你以业务为主线看也可以 你以波顺举认模型应用的四种战略目标看也可以 我们来看一下 你比如说以业务为主线 问题业务 对于那些个有希望成为明星业务的问题业务 才有发展战略 对于那些个没有希望成为明星业务 但是有利可图的问题业务才有收购战略 对于那些个没有希望成为明星业务的问题业务 且干一天赔一天的放弃战略 明星业务就是发展战略 那么现金牛呢就是两种状态 一个是刚由明星业务转来如日中天的 那就保持战略 处在转变成售狗业务前夕的现金牛业务 那就收割战略 那么售狗业务呢 如果说自己能养活自己自我维持 那就得着留着它就收割战略 如果说售狗业务最终滥成干一天赔一天 那我们就放弃 你看结合我所讲的 你真正要理解了 这张表格根本就不用你死经呗 你自己说说道道 说着其中的逻辑关系 这些结论就都出来 讲到这 应该说这个知识点比较硬核的内容 就都给大家讲解完了 包括模型的这些构成啊 模型的分析 模型应用等等 那么接下来这两部分内容 就是通常讲解模型是呢 通常的两个构成要素 一个是介绍下这个模型有什么意义 什么作用 另一方面呢 再讲解下这个模型有什么局限性 所以说我们先介绍一下波顿矩阵模型 它的启示意义是什么呢 第一点 波顿矩阵是最早的组合分析方法之一 它开创了对于这种啊 多元业务啊 多元产品啊 进行资源配置的 这种能力分析 这样一个先河 第二点呢 波顿矩阵将企业不同的经营业务 综合在一个矩阵中 具有简单明亮效果 也就是说 把四种啊 这种不同的外部环境 内部环境特征组合的业务 放在一个框架下研究 我们接下来看第三点啊 波顿矩阵呢 指出了每个业务经营单位 在竞争中的地位 作用和任务 从而呢 使企业能够有选择的 和集中的运用有限的资金 这个资金指的就是资源 代表资源的意思 每个业务经营单位 也可以从矩阵中的 了解自己在总公司中的位置 和可能的战略发展方向 第三点啊 你学完了波顿矩阵模型的分析和应用的 不难理解 因为波顿矩阵模型呢 是四种业务 这四种业务也可以称之为四种产品 也可以呢 成为四种的业务单元 所以说在波顿矩阵框架下 你可以呢 了解 波顿矩阵模型 这四种业务 或四种产品 或四种业务单元 他们各自的典型特征 也就是所谓的 在竞争当中的占个地位 是相对市场占用率高啊 还是低啊 它的作用是 花钱啊 还是给企业贡献钱啊 以及他们的任务是 嘴顶嘴啊 还是说给企业贡献 现在资源等等 所以说呢 每个业务经营单位 其实指的就是波顿矩阵上吧 所说的这四种业务 或者说是四种产品的 每一种产品 每一种业务 在波顿矩阵框架下 他们各自所代表的 这种地位 作用和任务 所以说 明了了 他们在波顿矩阵模型 框架下 各自的这样一个位置 和特征之后 这样就可以上 有针对性的 来合理的 高效的 配置企业相对稀缺的资源 这样就能够提升 企业在多元经营的情形下 有效配置资源 有效使用资源的能力 资源加能力 等于核心能力 又是那条词 每个业务经营单位 也可以从举程中的 了解到自己在总公司中的位置 比如说我这位置 在总公司当中 是明星业务 那接下来会给我投钱 我的战略发展方向 就是提高自身的竞争实力 提升在市场当中的相对市场份额 这不就是很好理解吗 所以说对于第三点 你学完了模型的分析和应用之后 应该说水到渠成的 就能够理解出第三点 字底航玄的意思 那么第四点呢 就是利用波尔顿矩阵 可以帮助企业推断竞争对手 对相关业务的东西安排 但前提是竞争对手 他也得使用波尔顿矩阵分析方法 也就是说我们用同样的模型 同样的规则 同样的思路同样的逻辑 这样我对于明星业务 应该怎么样 如果说你对标的也是明星业务 那我就推断在同样的规则下 你有可能什么 采用什么样的一个战略 这就是波尔顿矩阵模型的四点启示 也就是所谓的四点意义 讲完意义之后呢 还得再点评一下 这模型的局限性 对于模型局限性呢 大家呢大体的了解一下 理解一下啊 就可以啊 那模型的局限性 你说会不会考到呢 在历史上还真的考过 这个局限性的支点的这些还原 但是呢是在 筑块综合阶段考试的试卷二 所以说模型局限 模型的局限性 你说你现在背 你到考前八月份也忘了 所以说呢咱们现在先了解一下 等到考前 我给大家对于当年度考情进行预测试 如果有必要的话 我再告诉大家这块内容呢 到底呢 有没有必要去继续背 我们在这先快速过一遍了解一下 它局限性 第一点呢实验中 且难以确定各业务的市场增长率和相对 这个呢话好说 理论上好讲 但现实当中你要真算 这个市场的增长率多少 你的这个最大竞争对手的 那这个市场份额多少 或者说哪个是你最大竞争对手 很难操作 第二个局限性呢 就是波顺举阵的过于简单 过于简单呢 就是有两点表现吧 第一点呢 就是用市场增长率和企业相对上增长率 两个单一指标 就分别代表了外部环境的产业引力 和内部环境的企业竞争地 代表企业的竞争实力 不能全面反映呢 这两方面的真正的状况 用单一指标代表一大方面 用单一指标代表一大片 还是有点以偏盖权的 以偏带权的这样的味道在里面 第二点呢 过于简单的表现 就是两个坐标 就化分为两档 不是高就是低 太粗了 这是第二点的局限性 第三点局限性的 波顺举阵的暗含一个假设 就企业的上份额 与投资回报呢 是成正相关的 那就是上份额 与投资回报是成正相关的 就是你投资越多 砸钱越多 你的上份额呢 就越高 但现实经济中当中 未必有这样一个正相关的存在 这是第三点局限性 我们接下来呢 再看第四点局限性 就是波士顿矩阵 另外一个假设条件 就是呢 资金是企业的爪资源 但在许多企业内 要进行规划和均衡的重要资源 它不是现金 而是时间和人员创造力 第四点局限性 我们怎么理解和法国 它就是内在逻辑关系什么呢 咱们把这弯绕过来 我们在前面给大家反复强调过 波顿矩阵模型是对于企业内部环境 进行组合层面分析一种工具 所以说波士顿矩的模型 他分析的就是企业 使用资源的能力 所以说他为了分析 企业使用资源的能力 他把这个资源的内涵给你简单化 他认为这个所谓的资源 指的就是资金 就是钱 这是为了他分析的 一个便利化的需要 把资源的内涵给简单化了 就是说他认为资源指的就是资金 但是在现实竞争当中 这个资源或者说主要资源 有可能不是钱 有可能就像教材说的 是这种机遇的窗口期时间 或者说人员那种创新的 这是第四点局限性 第五点局限性呢 就是波顿矩阵在实际应用中的 有很多困难 就是说这个理论听上去很丰满 但是在实操当中很骨感 对于波顿矩阵模型的 这五点局限性 大家结合我所讲的 有一个大体的理解技巧 讲完这个之后 第十二个知识点 波顿矩阵的相关的理论 物须的内容呢 就都给大家讲解完毕 应该说这个知识点 讲的内容相对来说比较多 而且里面 思考性的一些个 七寸和关键坑结的 这样一个出题点的比较多 对于我所强调的这些个 大家应该理解掌握 乃至记忆和应用的这些个关键点 我在随讲 随给大家解读 随给大家强调的 大家一定要认真对待 入脑入心 该理解的理解 该记的记忆 该背的背 该练习应用的练习应用 讲完了这个知识点的 理论物须内容之后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给大家讲解一下 涉及到这个知识点 历史上曾经考过的 客观真题 我们呢 首先呢 看一下2021年的一道 单选题 就是去年考的一道 单项选择的客观题 我们首先呢 看一下题杆 东光公司呢 是国内一家 从事多元化精英的 高科技企业 因为呢 是涉及到 波士顿矩阵模型的考点 所以说 题目设定的场景 是多元化精英的 一个企业 因为波士顿矩阵模型 就是对于 多元化企业的 资源配置能力 进行分析的 一种工具 一种方法 所以说 初题人所设定的场景 就是从事 多元化精英的这样的企业 所以初题人呢 他初题人 应该说是比较严谨的 应该说和所考的 知识点是比较契合的 这样的高科技企业 主要产品有呢 电子测量仪器 智能医疗器械 数据网络传输设备 和光伏发电器件 应该中国人初题呢 是追求了一种 对称原版的美 四种波士顿矩阵的业务 对应着体感当中的 东方公司的 四个业务板块 尽管用不上 他都四对四 中国人初题呢 骨子里有一种追求 对称圆满美的 占个潜意识 一种追求 那其中 数据网络传输设备的 市场正好率 位居行业低 完了 接着看 近年来 国内数据网络传输产业增速 均在10%以上 市场呈现 公布应求 根据波士顿举论原理 东方公司对其数据网络传输设备应该怎么样 A在短期内优先供给他们所需资源 B采用收获性战略 C采用撤退战略 D采取选择性投资战略 我们在答客观题之前 前面给大家反复强调 要用442的答题方法 第一个是 就是题型 题干 题问选项 四位一题 帮你倒逼出正确答案 这道题单远题就一个正确答案 我们来看一下 这道题 它考的知识点是什么 有人学员说考波士顿举认 我说这不废话 人题干当中都问了 根据波士顿举认原理 还有你说 我是说考波士顿举认知识点的 具体的知识内容 你也定位 考的什么 考的是模型分析的那一部分 模型分析 为什么说是模型分析 你看选项说那词 在短期内优先供给 他们所需资源 采用收获性战略 采用撤退战略 采用选择性投资战略 这词不都是模型分析词 没有模型应用的词吧 没有吧 这样就确定了 这道题目 他所考的具体知识内容的定位 这也限定了你在思考答案时的什么 思考范围 给你画好道 给你画好圈了 你就在圈里 就模型分析 别想模型应用的事了 OK 我们接下来再看 根据波士顿举认原理 东方公司对其数据传输业务 应该怎么样 由模型分析讲的是四种业务的简易特征 现在人家问你数据网络传输业务该怎么样 这其实是什么 是一道阶梯式的问题 就是step question 什么是阶梯式问题 在前面给大家反复讲过 但是不多说了 阶梯式问题就两个步骤 第一步是灵活应用 你得判断 数据网络传输业务 属于波士顿举认模型的何种业务 第二步是基于你第一步判断的结果 所谓的来加以应用 但是这应用往往考的是知识点的是吧 直接还原 第一步他考的是灵活应用 第二步考的是直接还原 所以说第一步我们得判断 数据网络传输设备这个业务 它属于波士顿举认模型的何种业务呢 对于二维举认模型的这种判断类的题目 我们切记翻眼皮 切记凭直觉 切记凭感觉选 一定要按图所计选 怎么叫按图所计选 就是根据提干给定的信息 来推断出我们要判断的这个业务 它所具有的模型框架下的 横纵的坐标的特征是什么 然后根据横纵坐标特征 来确定它在模型当中的位置 确定是哪里就是哪里 你可别凭感觉 所以说我要判断 网络传输设备这个业务 它是波士顿举的模型当中的哪项业务 我得找这项业务的横纵坐标特征 我们来看一下题目当中 人家直接告诉你了 国内数据网络传输产业 增速均在10%以上 人家说是整个产业增速 这就说明数据网络传输业务 它的外部环境的市场增速是大于10%的 所以说就说明它的纵坐标是高的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看 数据网络传输设备的市场战争率位居行业第五 就是说明这项业务的绝对值得市场战争率的排名是第五 大家想想 我们在前面讲课是给大家强调过 在2021年之前 你市场战争率是第一 你的最大竞争对手是第二 你市场战争率是第二 你最大竞争对手是第一 你市场战争率是第三第四第五 那此时你的最大竞争对手是谁 2021年之前不知道 2021年中主学官方题目 给了我们答题的一个官方的指南 官方的一个标准 一个基准 就是如果说你的绝对的市场战争率位居行业第五的话 跟位居行业第四第三第六第七一样 你的最大竞争对手都是业内的第一 所以说这就说明相对市场战争率 计算出来肯定是小一 小一就说明它的相对市场战争率是低的 那么这两个坐标一合就说是问题业 那问题业务在波尔顿举的模型分析时 我们讲的这四样业务特征当中 是哪个特征呢 来看四个选项 A选项描述的是明星业务的特征 B选项是现金牛 C选项是售狗 D选项是什么 才是我们的问题业务 选择性投资战略 就是对于问题业务要采用选择性的投资战略 有希望成为什么什么的 没有希望成为什么的 但有利可图的 还尽量 所以导图呢 所以说综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 选择的是D 而且也印证了中国人初级是追求一种对称圆满的美 你看ABCD四个选项 正好每个选项对应一种业务 所以说这道题正确答案应该选择的是D 我们接下来再看2020年的一道多选题 凯阳公司拥有发电设备制造 新能源开发电站建设和环保四部分业务 这些业务的市场增长率 依次是什么什么 相对市场增长率依次是什么什么 根据波士顿举阵原理 上述四部分业务中 可以视情况采取收割战略 那采取收割战略的 我在前面给大家讲波士顿举阵模型硬质 给大家讲过收割战略是吧 是赶紧是吧 得着钱 那么赶紧得着钱 就是趁转入售购业务前夕的 那个净况不佳的 是吧 现金流业务 就是什么 净况不佳的现金流业务 对于那些个 没有希望成为明星业务 但是还有利可图的什么 问题业务 对于那些个还能够自我维持的什么 受购业务 这三种业务 可以采用什么 收割战略 就是什么 有钱先得着 所以说 你要判断 凯恩公司拥有的这四个业务板块 哪些业务板块 因为多选题 至少两个 哪些业务板块 可以适宜采取收割战略 那你得先把这四个业务板块 他们在波士顿举阵模型当中的位置 现在确定下来 也就是说得确定这四个业务板块 属于波士顿举阵模型的何种业务 所以说你看呢 发电设备新能源开发 电站建设和环保 这些业务的市场增长率 依次为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啊 5.5 然后呢 我跟大家一块 打理一下11% 对吧 然后呢 这个 5% 5% 然后环保呢 是13% 13% 13%写在这啊 这是呢 外部的 是它的重坐标 我们再看横坐标 相对上让率 分别是1.3 1.1 0.8 0.2 所以说呢 横坐标 1.3 5.5% 然后呢 再看新能源 是横坐标是1.1 然后呢 是17% 11% 然后再看电站建设 是什么 横坐标是0.8 然后呢 5% 然后再看环保 是0.2 和13% 也就是说 把它们的横坐标 都列出来 按图锁记来打 别翻眼皮 评知觉 评感觉 好了 那我们一次来看 发电设备制造 横坐标是1.3 就说明相对上 仗率是高 但是市场增速低 就说明 发电设备 是属于现金牛业务 对吧 我们再看新能源 新能源呢 是相对市场 占有率 是高的 增速也高 就说明什么 新能源 New Energy 这是明星业务 电站建设 相对市场 占有率是低的 市场增速低的 说电站建设 这是售狗业务 售狗业务 那么再看环保业务 环保业务呢 是相对市场战略低 但是市场增速高 那说明环保呢 应该说呢 是问题业务 OK了 都确定完之后 接下来 442的答题方法 第二个四是吧 关键词 核心字 字底航间信 意思 就上述四部分业务中 可以视情况 采取收割战略 为什么人家初提人 在提问上加上 可以视情况 是因为对于现金流业务 它有如如中天的情况 对于现金流业务 它有净况不佳的情况 对于问题业务 有希望成为明星业务情况 有没希望成为明星业务情况 所以说如果说视情况 就考虑了各种情况 有可能存在的情况下 来答这题 那就是什么 考虑到所有的可能 那就也包括什么 它净况加的 它净况不佳 所以说人家初提人的字眼 是很严谨的 可以视情况采取 就是说有可能 会采用的是这个意思 那你就把各种情况 都想全了吧 那么此时刚才说了 不佳的 净况不佳 现金流 没希望成为明星的问题业务 且有利可图的 然后还能自我维持受狗 那么看 是问题业务 就是环保 然后现金流业务 是发电设备 然后受狗业务是电站 所以说环保是C 发电设备是A 然后电站是B 所以说综上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应该选择的是ABC 这是这道题目 正确答案生成的心路立场 我们接下来再看 2019年的一道单选题 实行多元化经营的达梦公司 在加装行业 有很强的竞争力 市场占有率达50%以上 一用100% 它占到一多半以上 就算这市场就俩人分 那个也49% 这就说明它的相对市场占有率 是大于1% 也就是什么 是高的 横坐标是高的 近年来 加装市场进入低速增长阶段 那就说明外部市场环境 对吧 纵坐标是低的呗 相对市场占有率高 外部环境低 这不就是现金牛业务吗 下来各样中 对达梦公司的加装业务 也就是现金牛业务 表达正确的事 又是单选题 不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四句话就一句是对 三句是错的 不是单选题吗 让你选正确的话 那单选题就说明三句是错的 我们来看A 该业务应该采取撤退战略 将剩余资源转向其他业务 它是现金牛 又不是受狗 这是受狗业务 我这X不代表错呀 我这X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的是受狗业务 这意思是受狗业务 你说的人就问的现金牛特征 你A选项说的是受狗特征 所以这个不是正确的答案 再看B选项 该业务应由生产技术和销售 两方面都很内行的经营者负责 这不说的是明星业务吗 既得提升自身的竞争实力 又得打理外面的营销 抓住飞速增长的市场的机遇 所以B说的明星业务 人家问的是现金牛业务 这是错的 C选项 该业务的经营者 最好是市场营销型任务 什么忽有既有的消费者重复购买 这是对应的现金牛业务 那么再看D选项 该业务需要增加投资 以加强竞争地位 都现金牛了 能不花钱就不花钱 还投资啥呀 所以说D选项是错的 所以综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应该选择的是C 这是这道题 它正确答案生成历程 所以这道题 咱们光讲内容 其实这道题本身的一个初题套路架构 也是一道阶梯式问题 就step question 阶梯式问题 我们接下来看2014年的一道多选题 这道题目呢 它侧重于考察理论物需的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题杆 下列各项对企业资源能力的价值点分析表述中 正确的有 有的学生说这道题 题杆考的是价值点模型 为什么放到这个质点来讲 因为这道题目呢 它的选项涉及到了这两个模型 这两个对于企业内部环境进行分析的方法论 一个对比 一个变系 应该说呢 这种初题的套路是属于什么 头青 脚重型 就是题杆很短 大头是什么压在了选项上 我们来看A选项 支持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性活动是企业独特能力之一 我们在前面呢 上一个支点给大家讲价值点模型进行分析的时候 这一点啊 给大家呢 着重的啊 强调讲解过 所以说A选项 说的是对企业资源能力的价值点分析的这个表述 A选项的表述呢 是正确的啊 我们在上一个支点讲啊 给大家呢 重点讲解过 而且是教材的原文 所以说A选项是正确的 B选项 选择或构筑价值点各项活动之间的最佳联系方式 有利于提高 价值创造和占领能力 也就是说基本活动之间啊 知识活动之间 基本活动和知识活动之间 这也是教材原文 B选项没毛病 C选项 价值点分析 适应于多元化经营企业 对企业资源能力进行考察 就在咱们所讲的这个知识点 波士顿举阵模型一开始 对于波士顿举阵模型的核心思想的解读 我又给大家啰嗦一点 波士顿举阵模型是适应于多元化经营企业 对企业资源能力 对内部环境进行分析考察这一种工具 价值链分析 是单一层面的分析 是对于单一业务单一产品 单一的这个业务单元进行分析 所以说选项C 表述错的 那么再看选项D 价值活动的联系 既存在于企业价值这内部 也存在于企业与企业的价值这之间 这是给大家介绍的价值这模型的 它适应于微观的中观的还是宏观的 这也是用价值这模型进行分析教材所讲的三点 第三点的是吧 教材原文 所以综上符合提议的正确答案 应该是选项A 选项B 选项D 选项C 说的是波士顿矩阵模型的事 也是为什么把这条题 放在波士顿矩阵这个质量下讲的原因 所以说这条题正确答案选择的是ABD 我们接下来看2018年的一道单选题 单向选择题就一个正确答案 我们来看一下天照公司经营造船 港口建设海运和相关智能设备制造四部分业务 所以说还是一种什么多元化经营的企业 这些业务的市场增长率分别为7.5% 9% 10.5%和18% 相对市场增长率分别为1.2 0.3 1.1和0.1 该公司四部分业务中适合采用职囊团 或项目组等管理组织的事 然后四个右板块正好是四个选项 在这我给大家强调了几点 第一点 为什么要让大家研读历史真题 这是因为历史真题曾经考过的考察套路 考出题角度 它会重复 你看你要真是研读了2018年这道考题 刚才我们刚讲过的2020年那道考题 不跟它出题的套路考察的角度一样 也是什么四个右板块分别告诉这四个右板块 他们的横动坐标是什么 这是强调的第一点 研读历史真题 那么强调的第二点 这是一道阶梯式的问题 Step Question 那么第一步 你得判断出来 这四个业务板块分别属于波士顿举阵 模型当中的何种业务 第二步是知识点的直接还原 也就是采用智囊团或项目组等管理组织形式 那么此时第二步 它考察的智点直接还原 我在前面给大家反复强调查过 波士顿举论模型哪种业务 它是以采用智囊团和项目组 这样一个组织管理形式的 是问题业务 我还给大家进行讲解 为什么是项目组 我什么单列 别让其他业务吃挂闹 项目组 就是我们后面第四章第一节 给大家讲的举认真组织结构 这都假的 所以说这是个阶梯式问题 给大家强调的第三点 在回答二维举论模型题目时 一定要按图所记 按照要判断业务的横动坐标特征 来确定它在波士顿举论模型当中的位置 来判断它是何种 波士顿举论模型业务 所以说还是照发抓药 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业务的市场增长率 分别为7.5 7.5% 然后呢 9 这说的都是纵坐标是海运 是什么 10.5 10.5 然后呢 相关智能设备是百分之什么 18 百分之18 百分之18 好了 看完纵坐标 看横坐标 那么横坐标分别是什么 1.2 然后呢 这个港口建设横坐标是0.3 然后海运呢 是1.1 海运是1.1 最后的相关智能设备呢 是0.6 好了 那么我们在这就画个波尔顿矩阵的这样的一个模型图 我们来看一下造船 造船呢 它的相对上显望率是1.2 相对上显望率是高的 它的市场增速是7.5 是低的 这就说明造船啊 它是现金牛业务 对不对 造船是现金牛业务 然后再看港口 港口呢 那相对上显望率是低的 市场的增速也是低的 那港口就受购业务 海运 海运的相对上显望率是高的 市场增速是高的 那说明海运是明星业务 相关智能设备制造 相对市场显望率是低的 但是它外部市场增长是高的 这就是什么 这种智能设备 那智能设备 它是问题业务 那么四个业务分别上判断完之后 那么知识点还原 就是哪一个波尔顿 矩阵模型业务 它对应的组织管理 形式组织结构是项目组呢 还原是问题业务 问题业务是谁呢 是智能设备 单选题 所以说这道题正确答案 应该选择的是低 这是这道题目啊 它正确答案生成的心路历程 要知道这种考察的套路 我们接下来呢 看2016年的一道单选题 近年来中国公民出镜油市场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 实行多元化精英的洪湖集团 于2006年成立了假旅行社 该旅行社专门提供出镜油的主项目 其市场份额位列第二 根据波润举的原理 洪湖集团的假旅行社也有属于什么 这个就让你判断假旅行社业务 属于波润举阵模型的何种业务 按图所记法 在此强调二维举阵模型的判断 一定是按图所记法 根据题目所描述的 让你判断的业务板块的横距坐标特征 找来之后往模型框架上放 别翻眼皮 别拼感觉 拼直觉 这第一点强调的 第二点 这道题的题材对于波润举阵模型的横坐标 纵坐标的表述 它是俩色俩味 它对于波润举阵模型当中的假旅行社所处的外部环境 也就是纵向维度的特征 它用的是定性表述 我们在前面给大家讲解过 就是出镜油市场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 它用定性来描述 就说明假旅行社所处的外部环境的特征状态是高 这是定性描述 但是假旅行社的它的横坐标的特征和状态 它是偏向为定量的 它告诉你是什么 市场份额位列第二 市场份额位列第二 它最大竞争对头是什么 前面讲过是第一 第二的绝对上升降率 出于第一的绝对上升降率 能能大于一吗 肯定小一 就说明它的相对的市场降降率是低 横坐标是低 纵坐标是高 所以对应的是什么也有问题 所以说这道题正是代案选择第一 当年这道题目有很大争议 为什么 哎呀我这旅行社市场份额都上第二了 怎么会是问题 它一成立一出手 就是上第二 这点明星啊 这就犯了我刚才说的毛病 凭直觉 凭感觉 翻眼凭想 它到底是什么 有拿题目当中描述的信息 按照波尔顿举的模型所讲的横路坐标的定义 你严格往上套 严格的往上套 是什么 就是什么 你别自己凭直觉想 都第二了 难道还不是明星吗 它就不是 所以说这道题的正是代案选择的是第一 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我们接下来呢 再看2014年的一道单选题 下列关于波尔顿举任的表述中 错误的是 也是考理论无序内容 单选题 问错误的是 四个选项呢 甭说三个是对的 就一个错的呗 这一点大家在实际考试当中 很多学员说老师你讲课不废话 单选题让你选错误 可不可以就是 四个选项仨对一错 你现在听某课 在这样一个放松环境下 你脑子肯定是清醒 你到了考场上120分钟 得答这些题目集中打 你脑子有时候就懵 或乱 或者说就是反应不过来了 所以说你现在就得训练自己 变成潜意识刀某 选错的单选题 三个对的一个错 A选项 纵轴表示企业销售额增长率 这我还在课上反复强调 纵轴表示是这个业务所在产业 全产业的销售额增长率 所以说上来 A就是错的 按理说A就是正确的 咱接着看下一道题 但是在现实考试当中 你无论学的再好学员 都不会说我A是错的 我立马就做下一道题 他都得看看BCD 是不是对的 来印证一下A是错的 人之常情 B 横州表示企业在产业中的相对经营地位 没毛病 C 市场增长率是决定企业产品结构 是否合理的外债因素 教材原文 D 波尔顿举证事实上暗含假设企业的上份额与该投资回报是正相关的 这个表述也是对的 对吧 你往里砸钱就会有 但现实当中未必如此 所以说BCD都是教材的原本 A说反了 所以说这要提正确答案选AO BCD这选项是对的 印证我选A 是符合提正确答案 也是对的 所以说这要提正确答案选的是A 所以这是这道题目 我们接下来呢 看这个知识点的最后一个题目 2017年的一道单选题目 这也是一种出题的风格 就是投情较重 就是提干的比较短 但是呢 表述的压力都下沉到选项 黄本位公司 原以家电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为主意 近年来呢 逐渐把业务范围扩展到新能源 房地产 生物资料等 还是多元化 你看他出题这些常语多元化 依据波士顿矩阵分析法 下列各项还美公司 对其业务所做的定位描述中 错误得有 单选题 说明四个选项 三个是对的 我们挨个看一下吧 挨个选项啊 因为这题干呢 说的很简单 看不出什么来 因为他是投轻 脚重型 表述的下沉的压力 都已经到了选项 让挨个选项看 新能源行业发展潜力巨大 前景广阔 这是对于新能源行业 外部环境的高和低的定性表述 我在前面总结一说潜力巨大什么的 说明新能源行业 新能源行业 对吧 我们来看 新能源行业 它的外部环境增速是高的 公司在该领域竞争优势不足 竞争优势不足 就说明什么 相对市场战略率是低的 这就说明新能源行业是干嘛地啊 是个问题业务 我外部环境是高速增长 然后自己呢先没能的 公司应当对新能源业务进行重点投资 以提高市场战略率 我们来看啊 应当对新能源业务进行重点投资 以提高市场战略率 因为你重点投资提高市场战略率 就可以什么 把它培养成什么 明星业务 对不对啊 这是教材原文 没错吧 好了 A似乎应该是对的 对吧 咱看这没毛病 对吧 教材原文 我们接下来 单选题目再来看 人让选错的 对吧 来看B选项 房地产业进入寒冬期 这整个行业进入寒冬期 那增速能高得了吗 公司的房地产业又始终又没有获利 你要是相对上战略率高 能不获利 那就变相高 你相对上战略率是低的 所以说房地产是什么 是受狗 那B选项出的很有学问 它是一键双雕 它告诉你没有获利 说明了什么 相对上战略率低 相对上战略率低 又是寒冬期 让你判断是受狗 这个受狗又回过来 始终没有获利 干一天赔一天 我就主动撤出 所以B选项说的是什么 处死 是真理啊 那再看C选项 生物制药行业近年来发展迅猛 公司收购的一家生物制药企业 由弱到强 竞争优势日益显现 公司应当在短期里优先供给 你看着 我来看块这图 说话听音啊 生物制药行业 近年来迅猛发展 这定性表述 增长率是高的 公司收购的一家生物制药 那收购完就是你的 其实就说明公司 就是生物制药 它怎么样 由弱到强 竞争优势日益显现 竞争优势强 相对市场战略率就高 这不在前面反过强调了 说明它的相对市场战略率是高的 这就说明什么 生物制药 这是明星业务 明星业务短期内 应优先什么 是给予市其投资的 问题业务是长期投资 明星业务短期投资 所以人家说的也是处子 真理啊 再看递选项 家电业务的多数产品 进入了成熟期 进入成熟期的特征是市场是饱和 所以说市场的增速是低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讲课时要把产品生物周期模型和波顿局的模型勾集起来讲的原因 因为它是一考试是有过这个角度 这就说明家电业务的市场增长率是低的 然后公司在家电行业竞争中优势显著 竞争优势显著那就说明相对市场战略率是高的 那就说明这个家电怎么样 它是现金牛业务 所以说你看生物医药是明星 家电是现金牛 刚才所说的新能源跟房地产是一个问题一个受购 所以说中国人出题有一种对称圆满的美 四种业务 四个板块 波顿局这模型四种业务对应四个板块 一对应对称圆满的美 那么家电业务它要是现金牛业务 还往上投资吗 还用你再上花钱来维持它的优势地位 因为它到现金牛是你从明星业务以来 一直的巩步和提升竞争地位 一直到市场增速降低 你修成正果 已经是占据了那么大的地盘 所以说已经是你的竞争优势有了一个 是吧 充分的回报了 此时就没有必要是吧 再所谓的投资来维持公司的优势地位 所以说 这表述的是false 回过头来再看A选项有点犹豫 但是是教材原文 对不对 那肯定是吧 也是truth 所以说三个truth 一个false 人家让你选false 那正确答案是什么 就是D 这是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的 生成心路历程 讲完了涉及到波尔顿举阵这个知识点 历史上曾经几乎所有的啊 应该说不会引起歧义的这些比较经典的历史真题 应该说波尔顿举阵模型对于这个知识点 客观提醒的出题套路是不会出这圈的 这集中情形的 你把我每一种出题套路考察角度的这种解题思路 真正按照我所讲的理解了搞懂 在今年涉及到这个知识点的客观提醒考察 第一不会出这圈 第二你用我的方法 无论他考单选题也好 多选题也好 你都能够精准的既好又快的选出正确答案来 在尽可能短时间内 把该拿的分支拿到手 这个知识点呢 内容比较多 课时比较长 但是我该讲的地方都讲到了 都讲透了 也都讲尽了 你认认真真听一遍课 线下课后基本上就不用怎么复习 你一上手做题式 就能够保持一个很高的正确率 好 这个知识点给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